因为有些东西像意见回复 找一下也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你要把旧的删掉 只要点选原来的东西 然后 这边有一个setting 前面有讲过 setting里面有个delete 你就可以再 假设如果说你之前有旧的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记得最后再把它重新整理 因为如果没有重新整理 他没办法 再让他上传 所以一样 如果你要再传新的 你就把刚刚我们 在那个根木屋里面 记得就放这个 config 这个这个档案 其实你可以从云端上 把它给抓下来 我重新再update一下 我刚刚有在 再更新过一个新的 所以把它再 等于把它传上去 其实你们就是直接在从 我的云端上面 记得是那个app设计里面的 哪一个呢 这个 应该是03这一个 03部分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 先 把原来你的网站的东西 这个是上个礼拜日期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做的 我就 刮户后面日期 那每一次 就 再把它更新一下 每一次每一次不同的版本 记得按右键 把它用7 加到压缩档 压缩成 VIP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前面都讲过 主要是里面一定要有个index.html 这个 原来我们新增的是html 那可能你要自己再加个l 这个规则蛮奇妙的 OK 只是改一下 不然它会找不到html 这个档案 它就会产生错误 那所以呢 我们一样把 刚刚的这个 VIP档 再重新上载一下 我是放低跌 所以这边低跌底下 找到这个压缩档 那它一样 如果你有一个config.xml 它一样这边会显示出来 然后它一样会显示那个 图档出来 不过呢 它有时候载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点 就是OK了 有没有 另外呢 它这边还有一些 什么讯息呢 包含就是说 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 有没有 我的email信箱这边出来了 其他还有什么相关的讯息 不过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OK 好那再来的话 Ready to bill 那这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怎么样 去 帮你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App 接下来就是说呢 你可以利用那个你的QR Code 扫描工具 然后就是怎么样 直接再把它扫一下 扫完之后的话 装在手机 其实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也可以做测试 比如说 其实我刚刚也在找一下那个 刚刚之前的意见回复 不OK的那个问题 网路上好像 有提到但是不多 没有没有 比较没有这方面的 不然就是要到官方网站去找一下 这不好扫 QR Code 然后 萤幕解析度 太差 少到了 少到一样 就是把它安装在手机 记得那个位置来源选项 一定要打勾 然后就是 一下子就帮我把那个 这个App 装起来 然后我就可以测试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在 试着把 刚刚的意见回复那部分 再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 就 直接 可以把它装起来 OK 这里请各位 先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再 做一些变更 后面还在加哪些效果呢 其实我后面是想说 再把那个 图的部分 把它变成动态的 动态的话 可能要写一点什么呢 JavaScript 这个 这个是JavaScript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 因为程式复制贴上就好了 但是你只要 但是你一定要先 至少要知道贴到哪里 然后呢 将来如果你要做变更的话 要 变更什么东西 至少 程式都是 重复制贴上开始 但是 记得要贴对地方 而且 将来如果要改 你要改 对东西 那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 那它的好处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图不多 可以 用 插入一个页面 我们四个页面 可是如果说以后 图非常多 你一个相簿可能几十张 你不能一直插入 其实一个页面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动态的 那只是动态 怎么做 也许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还可以增加所谓的左右翻页效果 因为 一不做二不修 就有同学说 之前就上完课 然后同学说 老师如果按上面那个小箭头太小了 不好按 那一般 那一般要 换下一张 就是用手拨 拨一下 拨一下 这样拨它就会 图会变动的话 那 没办法 只能写程式了 所以一不做二不修 所以后面 后面的话 我就 如果要让它有拨 换页的效果的话 那就 要 用写程式的方法 程式并不困难 大概就是 总共这两段而已 一个是向左 Sweep Lapt 就是向左拨 一个是向右拨 那可是问题来了 只有 我们的 之前有讲过了那个版本有没有 我们的版本1.0 1.0不支援 那只有1.45才支援 所以你必须要更新到1.45 才可以 那可是要怎么更新 也许后面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刚刚的部分 先安装了 反正至少 你这边可以 装起来 然后测试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期末作业的话 那你就是要做出一个 我想看的就是我们上课有讲到这些效果 尽量 能够全部都包进来 当然是更好 将来 角角的做这个期末作业 就你们其中期末考的成绩 第1个这个 VIP OK 第2个的话呢 就是 这个APK 有没有APK 从那个小绿轮这边点击它 那他会帮你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个APK了 就是这个APK 那你可以把这个APK 把它剪下来好了 把它 复制或剪下都可以 移到那个什么 移到 这个低叠这下面 反正我将来需要 这两个 那当然这个APK你也可以改名称 反正他预设好像是什么 奇怪他这个前面变成一个底线 那其实就是206App的 什么呢 的APK 就这样子 那将来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期末作业 是 什么名称的话 那你就是绞交 这两个东西 给我就可以了 那当然呢我也可以把它直接安装在我手机上面 所以不过这个QR Code将来 当然如果你又安装其他的可能就会改变了 我基本上就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要给我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再来看一下 如何把什么呢 把刚刚我们之前的这个APP 那我们这个APP在哪个地方呢 在即时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相片欣赏 那相片欣赏呢 我们 主要是先进来会有一个list view 那list view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页面里面总共会有 4张图档 这4张图档的话呢 我们是放在images里面的这4张图 那我会希望怎么样 当我 之前是一个list view 不过呢 假如说你这4张图呢 可能也不止4张的话 可能 这个数量非常大的话 那其实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做法是 只要一张图就插入个页面 一张图就插入个页面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我们的 这一个 这个底下 我们有 非常多的相片欣赏里面 会有第1张 第2张 第3张第4张 那可是问题这样其实不太合理 为什么因为 如果你的相片数量非常多的时候 那变成你要 必须一直在 插入那个 就是就是那个页面 而且页面管理也不方便 那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这里的话 可能你需要 学一些简单的程式 那怎么做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最后做完的结果 就是在 相片欣赏里面 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不需要再增加页面 你只需要 只要一个 页面 一个页面就可以了 就是相片欣赏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的话我们 给他的名称 也许叫 Page 3 Page 3 之1 之2 一直之几 那个都不需要 我只要Page3 就可以了 那只要怎么样呢 把这边 跟这边做修改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撰写程式的时候呢 只要撰写什么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去改变 中间这一块 显示图档的地方 就动态怎么样 按往下 那我就自动再去往下增加 比如说现在是第1张 那我就往下 按往下的话 他就是把第2张这个图档 自动放进来 那如果再往下 那就自动再把第3张放进来 以此类推 那如果往上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减1加1就可以了 做法上面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我先Demo给各位看 做完结果是 往下 换下一张 不过你会发现 基本上呢 我几乎都没有什么 没有在换页 其实我只是怎么样 动态的去把那个图档 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 其他什么事都没做 但是要如何修改 能够做到像这样的 像簿的效果 大概会需要改几个地方 那我把这个 最后的结果 我先秀一下 给我看 那至于改哪些地方 我先把它倒车一下 其实呢 不需要改太多地方 我们只需要呢 把 这一个 原来的页面 本来是有一个这个清单 我先把它切回来看一下 应该原来是长这样 原来是相片欣赏 原来有个清单 有没有 然后下一张 但是他实际上是真的是跳下一张 两个比较起来 如果要把它改成像动态的话 需要怎么做 第1个 Page 3-1 3-2 3-4 这些都不用管他 主要是找到 Page 3这一张 主要是根据这一张 那这一张里面的话 我们原来在中间的部分这个区块 在contents这个中间这一块 我原来是 放了一个list view 所以呢 请你把这个list view拿掉 我们中间只要放一张图就好了 所以 先找到 Page 3 2的话呢 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清单 list view 选起来delete掉 不过有时候 你直接从这边delete 怕 delete不干净 有时候我习惯是直接选这边 UL到UL 这样子 把它选起来delete掉 我试一下 这边把它delete掉 其实他好像也差不多可以 只是说你如果还剩一点东西 这边ULU 其实好像在back键一下 反正就是 把这边先清干净 清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 这里面呢剩下什么 剩下就是 content content 头到尾 这边不可以把它分开一下 有没有 这个是他的 data rows content 内容部分 中间那一块 那我在中间放什么呢 直接就 拖拉一张图档 到中间这一块 把这个 第一张图放进来 放开 按个确定 OK 所以把那个中间原来那些 list view 部分把它删除掉 那图档 加进来之后呢 这张图太大了 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个 左边的部分拉到 拉过去一点点 那把这个图稍微缩小 缩小一点点 再把它拉回来 它有空点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list view 换成什么 换一张图 换一张图 大概就这样子 OK 第一个 那将来的话呢 我就动态的 现在是第一张 我要动态的丢 可是要怎么动态丢 可能你要注意几件事 因为呢 我们将来 城市部分的话 是要 叫得出 目前的这个 原件的名称 所以原件的名称 你要叫出来 那预设 用城市里面呢 会用什么方式去叫它 会用ID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ID 我取一个名称 他叫 PIC 这个名称我们自己取 所以 下方的 这个ID呢 请你取名称叫 PIC Enter 好 那以后 我们就 比如说我今天按下键 然后就把那个图呢 重新丢一张给 PIC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要改哪些呢 Nesser 这个地方 Nesser 还有一个HOME 我把HOME改成BAC 所以 这个HOME怎么改成BAC 第1个 我选取这个HOME 因为回锁页我改成 上一张下一张好了 因为只有两个按钮 没办法放第3个 所以我就把HOME 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BAC好了 BA B BAC OK 把HOME改成BAC 然后呢 ICON的话呢 我把它改成什么 向上的 这个是向下 Icon把它改成HOME把它改成什么 向上 向上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 第一改成U就可以了 箭头向上 OK 然后呢 连结部分本来是连到HOME 我把它改成空连结 一个紧字号就可以 那 向下的这个 也把它改成空连结 OK 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最后呢 再做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 把这个 Nesser 它的ID 把它改成名称 把它改成名称 我取一个名称 叫什么 SHOW SHOW的话就显示什么 Nesser SHOW NESS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SHOW NESS Enter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加ID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锚点 有没有 表示说 它有ID 表示说它有身份的 如果没有加这个就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的话就没办法控制 那主要是叫它去做控制 那BEC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这边名称叫SHOW 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我叫SHOW PR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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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一个NESS 一个PRIV OK 就一个前 一个后 SHOW PRIV 然后一个是SHOW NESS Enter好了 关键就是在这个ID 所以呢 我把原来的中间这一块 删掉之后 拖拉一个图档 进来之后 我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 加一个ID叫PIC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 BEC 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 原来是HOME改成BEC 箭头原来是 那个ICON本来是 HOME 我把它改成就是UP 往上 然后呢 连结的话空的 所以目前连结不会有效果 那我们其实来看一下 基本上相片欣赏 过来的话 有没有一个向下 一个向上 但是目前你现在点它 它不会任何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 我们还没把程式写出来 这个程式的部分 你就要在程式里面宣告什么 宣告 你有这一个 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先让他知道 另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四张图 那当我点这一个 按钮的时候 他能够换一张 所以要怎么换一张 按这个向上一张 待会再来看程式部分 先把 这个相片欣赏做个修改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我也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有关 动态的部分 程式部分在 其实云端上我看好像我有把那个 修改的重点放在 云端上面 你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下 就会让我们下来看 这下来看看 小兰赛 就会让我们下来看 这下来看 这下来看 谢谢观看